在某一天中 我们的手可能会遇到这样的危险 沉重的机器或快速运转的部件会夹到或卡住你的手 锋利的工具会割伤或刺破你的手 腐蚀性的物质会灼伤皮肤 如果不注意这些伤害 它们有可能造成严重的问题 每年都会有数以千计的人的手 腕和手指受到不必要的伤害 通常最初的这些伤害带来的疼痛 仅仅是长时间痛苦的开始 治疗之后通常还要有一个很长的恢复期 这包括长时间的身体康复期 并且从事故中复原后 我们不得不加倍工作 以弥补损失的生产时间 只要付出努力 那么预防受伤就会很简单 首先要了解手的功能原理 手是由骨骼、软组织和皮肤 组成的一个复杂的系统 软组织包括肌肉、韧带、腱和神经 将骨骼结合在一起 赋予了手活动和感知的力量和能力 皮肤为手提供了一层保护性的外衣 将这一精细的系统保护起来 人的手部结构使得我们能够有效地工作 手部神经系统是如此的精准 以至于我们通过触觉就能完成工作 甚至不需要视觉 只要弯曲我们的五指 就能牢牢地抓住物体 用整只手抓物体 可以将物体的重量均匀地分布到手部肌肉和腱 此外 小臂的肌肉也可以帮助承担物体的重量 对于精准性要求较高的工作 我们要做到精确的把握 拇指、中指和食指合拢 然后提升物体 做某些细致工作时 要做到精确把握 例如钉钉子或握笔写字的时候 当然 遇到较重的物体时 不能使用这种抓握方式 相反 要用手强力抓握 这样会减少手和腕的压力 是 毒 的 特币 诱 等 诱 诱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